早上八点南方的早逝你们有见过吗 这个真的是早逝的味道 我觉得这个氛围让我觉得特别好 菠菜先卖菠菜 菠菜先卖菠菜 这些哈喽你天天的鞋子要走过呢 不行 起不来起不来太早 我就是三年都没有起过这么早 我起来了我就想多买一点 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希希 现在是早上的八点 最近看到很多北方的早逝 今天我带大家去看一下南方的早逝 你们认识这个是什么吗 这个是嫩的这儿根 这个是带叶的这儿根 那个是老的这儿根 这个是嗷儿挖财 嗷儿财 嗷儿字财 这个真的有点莫名的怪异感 原来大家都这么勤快的 我发现起得再早 都会有人起得比你更早 你拍拍 他怎么那么老实 你看他主人在这儿 他就蹲在这儿不动 你们家海啸鞋都是自己剁的吗 你给我搞定定这个 我刚刚过来砍到你在总 你这样一勺子 你是傻肉的 他给骗片啊 我们小时候喝的豆浆就是这样子的 我好久没有见到过了 这个还是烫的呢 哎呀我现在看到了这个 你给我来一斤 这真的是小时候吃的这个娃娃头 你们记不记得这个 还依旧笑得很开心呢 我就是三年都没有起过这么早 我起来了我就想多买一点 不行不行 骑不来骑不来太早 好香啊我闻到了烤鸭的味道 嗯好香好香好香 碰到了好多家烤鸭就这个看着 贼诱人 这个烤鸭是怎么卖的呢 28一斤送冒菜 28一斤送冒菜 这个菜是不用单独花钱 然后你们会帮我们冒是吧 可以 洗妹烤鸭 洗妹是你妈妈 你们家真的开了30年了吗 对我想 妈妈开这个店的时候还没有 这么大一波 看着很好吃 多少钱这个 60一斤 哦好重 已经很多年没有7点钟起来吃过饭了 同志们 这个烤鸭真的是香到醉人 第一口气肯定先吃腿啊同志们 这个算是赶早吃上了第一口烤鸭 虽然放到汤汁里面 但是它的表皮还是有一点酥酥的 热热的那个劲儿 这烤鸭的香气完全还在 而且同时有汤汁 咸香口感 我本来早上都没有什么胃口的 没吃完实际打开了 你们看这个皮 它这个表皮本来就是最酥的嘛 就算它在这个卤汁里面冒了一会儿 但是还是有一点点那种鲜水的酥脆感 还有一个腿呢 哦半只只有一只腿 这个麻花我当时看到它 我就感觉走不动到了 这个真好吃 不干 然后又没有酸奶的香 再来一块 太入味了 北京烤鸭可能这一辈子都不会想到 它会被冒在冒菜汤里头 它这个内层的乳汁也是很入味的 然后它这个外层又挂着红油跟辣油 一口下去 还有几种口感 它这个鸭肉也很紧实的 但是紧实的同时也都不柴哦 这是我刚刚买的豆浆 一点都不甜 漏了 这个有bug 就是提着吧 我们尝一下它这个冒的菜 下面的这个菜是用的刚出锅冒烤鸭的那个汤 烫熟的 也是一股的冒烤鸭的味道 脆脆的 烫得刚刚好 在你们心目中南北差异比较大的一个东西是什么 就比如说经典的那个豆花 是不是有咸豆花跟甜豆花 北方都一样 但是在川瑜的豆花有放辣椒的 辣豆花你们敢信吗 还有什么差异 评论区告诉我 可以震惊到我的这种 蜂蜜 吃蜂可以长心眼对不对 我后面还有一个卖锅灰的地方 先烤先卖的 好像也很好吃 但是我今天买的食材太多了 你整个大彩包 最近温度突然变高 成都直接从那个冬天 呜就变成了夏天 我以前以为只有新疆没有春天跟秋天 成都是一个女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好吃的东西太多了 而且这边的人很多人都是拒绝内卷 很多老板开电影室 我只开上午 我要玩 我要有自己的生活 大多数人都觉得钱是赚不够的对不对 但是他们觉得够用就可以了 就是很舒服 不内卷 你多久没有早起了 如果很久的话你可以试一下早起 不用洗脸 刷个牙出门 会感觉这一天都很舒服 人都精神了 吃饱饱 我要回家睡回笼觉了 拜拜